开学季有许多家里学校较远的孩子也开始了住校生活 不过近年来呢 校园内的双层床坠床事故却是时有发生 这也引发了大家对于校园住宿安全问题的担心 小宇今年17岁 三年前一次意外的坠床事故 不仅给她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残 还让小宇被迫终止了血液 我那天晚上11月2点着急上厕所 就赶快想下来赶快去上个厕所 然后我就扶着踢着下来 下来之后就突然踩空了 然后就摔下来了 经诊断 这次坠床事故造成小宇腰椎压缩性骨折 马尾神经压迫 由于脊髓损伤导致大小变功能障碍 经法医鉴定 小宇的伤情构成五级伤残 经过后期的复查的话 她还是遗留了一个 就是不能自行控制排量 所以她长期带了一个 有时候要带着尿布湿 从照片中记者看到 小宇摔伤的那张双层床 上下铺之间的梯子没有扶手 两节踏脚板之间的距离也很大 接近33厘米 采访中小宇告诉记者 她的身高不到1米6 平时上下床时确实感觉有些吃力 就感觉手是可以踩到那个上面 是可以抓住的嘛 但是脚就是踩不到 就是有时候要胡乱蹬 蹬到了那就是蹬到了 蹬不到就要一直蹬 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 骨科专家告诉记者 在他们接诊的过程中 从双层床坠落的患者 几乎每周都能碰到 坠床伤对于我们这个儿童骨科来讲 非常的多 中童骨科主要是学校多 这是广东东莞的一家小学生接送站 画面中的这个小女孩 在上铺和同学一起玩耍时 不慎翻落下床 所幸孩子手中的枕头充当了缓冲 小女孩只是受到了惊吓 身体并未受伤 在江苏南通六岁的钱倩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2018年9月 钱倩在幼儿园午休脱衣服时 不慎从上铺摔下 造成颅骨骨折 颅内出血一度病危